一见到有车辆停等红灯超出白线 远警立刻鸣笛市井 请对方停靠路边接受盘查 没想到车里乘客不配合就算了 还八腿狂奔 远警察觉事情不对劲 立刻呼叫支援警力 事情发生在1号上午6点多 群罗远警行进板桥中正路 与新月三街口时 发现一名39岁奖姓女子 违规月线 上前盘查 彻底三名男子见到警察来了 马上开门跳车离开 远警见状一路追 终于拦下其中一名47岁男子 发现他竟然是 预期566天的越南籍桃毅移工 这时驾驶 蒋姓女子才坦诚 是前一天 他透过社群软体提供轿车服务 所以才在板桥 驾到这三名男子 准备送往三重 经警方调查 蒋姓女子为依法申请 被依违反公路法规定 依法裁处 被逮到的移工 讯后也被送往移民署专行队收容 记者杨忠胜 李嘉燕台北下方报道